奇迹这个词总是能让人心深向往 似乎只有在特殊的时刻才会出现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可否认杨超越的出道之路并不平坦 从他刚刚踏入舞台的那一刻起 他的唱跳问题就像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的声音曾多次走出调子 跳舞也不是他的强项 然而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他拥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高颜值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长得漂亮就是本事 然而人生从来不只有一种面貌 尽管唱歌跳舞不是杨超越的强项 但他却以出色的表现成功进入了影视圈 这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奇迹 他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虽然饱受争议 但也不能否认他获得了不少机会和机遇 尤其是在《理想之城》中饰演的小前台 不仅言之出众 演剧也在小角色中展现出让人惊喜的一面 今年杨超越将迎来潜心的挑战 他参演了一部古装仙侠剧《气势吉祥》 这部剧的剧情背景和IP互动都引发了观众的高度期待 而且《气势吉祥》延续了东方神话之美 将观众带入一个神秘的世界 这部剧力求用心打造 让人们更加期待其中的精彩故事 故事从原起原灭七生七世的恋情展开 杨超越在剧中饰演的女主祥云虽然演技备受争议 但角色性格的转变将是对他演技的一次全新的考验 此外剧中还有丁雨昕 董璇 杨浩宇等一众实力派演员 他们的加盟为剧集增色不少 除了传统的演员杨超越所参演的《气势吉祥》 还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脱口秀演员杨丽和杨门恩也加盟了这部剧 这次他们的表现将不再是单纯的笑点 而是要在剧情中展现出新的一面 这不禁让人期待 他们究竟能为剧集带来怎样的分采 尽管杨超越在唱跳方面存在问题 但他的奇迹并未止步 作为一个娱乐圈的新秀 他愈发展现出对于演艺事业的努力和探索 虽然会有不同声音 但每一次尝试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同时脱口秀演员的加盟 也让这部剧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 在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同期待杨超越在《气势吉祥》中的表现 这部剧是否能为他带来一个新的突破 我们将拭目以待 无论是在舞台还是在荧幕前 奇迹永远都不只是发生在天上 杨超越正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属于他自己的奇迹 又在这部剧也正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了